立法会9月举行半届选举 民主派更明两日举行初选 负责协调的港大副教授 达耀廷重申 初选安排附合法例 不猜测警方通宵搜查民研中心 是否要打压 民主派初选在全港设置200多个投票服务站 投票原定早上9点开始 初选筹备团队说 警方通宵搜查研发投票系统的 香港民意研究中心 打乱部署研至中午才开始投票 政府早前收到投诉 说初选部分的主张违反港区国安法 正是了解情况 达耀廷重申所有的安排符合法例 有信心初选能有大概一成的合资格选民投票 民主派希望透过今次的初选集中票员 在9月换届选举得更多的移植 无线电视记者 郭永远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